大家好 欢迎来到柳椰大叔看世界 我是柳椰大叔 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 我现在在墨西哥坎坤附近的 齐琴一茶的 玛雅人的金字塔附近进行拍摄 今天拍一个比较简短的 时间不会太长 我在这附近一边走一边拍 围着这个金字塔转一圈吧 这边的天气特别热 在海边的话坎坤海边 这边不是特别热 因为有海风吹着 而且比较湿润 这边的话就是太阳 直接晒下来 可能应该有超过35度吧 坎坤那边最近的天气最高也就是 30度到32度左右 到了晚上特别凉爽 25度到27度之间大概 所以是可以在外面睡觉的 很舒服 还可以吹着海风 听着海浪 我现在 左手 上面用的是X4进行拍摄 右手用的是Insta360的 进行全景拍摄 进行全景拍摄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会把这个 我刚才转着圈拍的这个金字塔 刚才转圈拍了一圈 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今天是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旅行和旅居的看法 其实大家关注我比较长时间的朋友们 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我无数次的在很多地方说 我是O型血巨蟹座 ENFJ 人格类型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想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的话 通过这些方面 其实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 但它不是说 一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整体 就是说你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些 一些方面吧 就是说 从每一个特点了解一个方面 好比O型血 它可能会具有哪些特性 某一个星座 它可能会具有哪个特性 或者说是你哪个人格特征 可能又会有哪些特性 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判断的 虽然说不很全面 每一种都可能只是能描述一方面 但是你把这些总结在一起 基本上 一个人的个性和它的特点 就可以被比较完整的 或者是大方面的 把这巴士的勾勒出来吧 对于我来说 大家都知道我是巨蟹座的 其实巨蟹座是 比较居家型的 不太喜欢旅行 或者说是旅游的 特别是这种短期的旅行 时间太短 我觉得是既浪费钱 又浪费精力 因为在短时期内 要去好几个地方 要去玩啊 然后看风景啊 有时候会比较累 其实不是特别舒适的感觉 肯定没有待在家里面舒适 唯一好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你可能平时在家里面 不容易接触到的东西 不管是风景也好 人也好 然后各地的文化特色也好 这些都是好的方面 但是像旅行或者是旅游 这种短期的 几天十几天 或者说你最多也就一个 一个月 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点太仓促了 可能很难去了解一个地方 它的人文的特色 或者说它真正 不管是它的景观 背后有哪些的历史 有哪些底蕴 很多东西 当然你要想知道的话 现在你可以上网去搜索 对吧 可以不管是用谷歌 或者是各种搜索引擎去搜索 当然现在你搜索都不用了 你用CHET GPT 你直接问它就好了 它就会回答的很专业 会比达80以上的导游还要专业 还要全面吧 所以其实是没必要的 但是呢 你知道的知识 和你到当地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你当地的感受好比很多东西 可能你看着它很宏伟 到了当地的你在感受的时候 它可能就没那么宏伟 有的东西呢 你可能看着平淡无奇 但是你去了之后 就感觉特别的有 会引起你特别的一些共鸣 或者是感觉会特别喜欢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别人喜欢的东西我们不一定喜欢 我们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 就说每个人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可能 不完全一样吧 就像每个人不完全一样 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的喜好也都会各不相同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 巨蟹座可能大多数都是不太喜欢旅行的 都是更偏于居家型的 我也不例外 不是说完全不喜欢 就是说相对于居家来说 我可能更希望待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我也会出去玩 但是我可能会在周边玩的比较多 不会做长途的旅行 就是说我当天就可以回家 所以我更喜欢的方式是旅居 就是说长期的在一个地方待下去 好比几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一两年也好 当然待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又可以换一个地方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向往这种生活方式吧 如果有条件的话 都会向往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换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捷大多数人来说 包括我自己 就是说你可能会被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说是你自己的家庭啊 孩子们需要受教育啊 需要你需要照顾他呀 各方面的各种限制吧 我们很难去实现这种目标 就是说你今年在这个地方待一段 明天到那个地方待一段 这种不稳定的生活 也有人这么做 就是说你让孩子不去接受学校教育 让孩子陪着你 你自己去教育他 这样也是一种人生经历 但毕竟是属于少数 对于大多数来说 我们还是要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不可能自己次数流浪 当然除非你自己是单身的话 可能有这种条件 你可以更自由 我好像之前提到过 不管是一个原子也好 一个人也好 当他是独立的时候 他最自由 你不管一个原子跟另一个原子一接近 他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的自由度 你如果附近的原子越多 你的自由度就会越低 对于人也是一样 当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 你当然很自由 自由的另一方面 就是你会很孤独 因为你没有任何人在你附近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孤独 我们又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在周围 当你身边有的人越来越多 你就会自由度会越来越降低 不管你有太多的钱 也都是一个样的 你不可能说抛弃自己的家庭 抛弃自己所有的子女啊 亲人啊或者是朋友啊 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去 当然有这样的人很少 有人选择这种生活 有人他可能比较向往 更喜欢这种生活 也有个别的人会选择这种生活 但是我就说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是比较难的 可能只是一种比较 理想主义的生活吧 所以理想要有 但是我们也要 更多的是去过一种现实中的生活 这就是说一个长期关系 和一个短期关系的问题 好比旅居 它就是一种长期关系 就是中长期的关系 像旅游就是一个短期关系 你在几天到几周之内 到一个地方去旅行一下 我个人来说 不管是任何方面 我都是更喜欢长期关系 如果有条件的时候 我都更喜欢长期关系 而不喜欢短期关系 不管是旅游也好 或者是说身边的人也好 我希望跟我接触过的人 能够进行长久的交流 就是长久的接触下去 我不希望是那种短期的关系 当然 你如果连短期关系都没有的时候 你特别孤独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去将就那个短期关系 但是如果能有长期关系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去将就短期关系 大多数人去将就短期关系的人 应该说是没有办法 或者说是没有条件去维持一种长期关系 不管是自身条件的限制 或者说是多方面环境的限制 当然人和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特别烦长期关系 特别喜欢短期关系 对吧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千分百计的去寻求刺激 就是寻求短期关系 如果别人想跟他维持长期关系的话 他会觉得好烦 是不是 就是会觉得 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烦 怎么老连着我 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我说的只是我自己 不管在任何方面上 我都是喜欢长的 不喜欢短的 大家要记住 就好比视频也是一样 其实虽然我也制作短视频 但是我自己 我也看短视频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 发在他们上面的时间比较少 我更喜欢长的东西 长视频 所以我经常看的视频是长视频 对于短视频来说 我不是说它不好 就是说它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有限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索引 就好比我在看的时候 可能我看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 虽然短但是也挺有价值的 有时候一句话就像提呼灌顶一样 提醒了你某一个思维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思想 这个思维 然后发散了去想很多东西出来 但是你单纯的 仅仅靠这个短的视频的话 其实是很难获得足够的信息量的 你最好是通过这种短的东西 然后去 引导你 引导你到一本书 或者说是一个长视频 或者说是某一个人 就是这句话出自于哪里 到底是谁最想说的这句话 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他在哪里说的这句话 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 我的思想跟他的思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而不是说我听了别人说这句话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说的真有道理 对吧 但是过了几分钟你可能就忘掉了 所以我制作视频 我基本上都是先制作长视频 然后从长视频里面结束短视频 当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大家 如果看短视频觉得他 比较有用的话 也许会有机会去看我的长视频 但是我知道喜欢看长视频的人 是很难去看短视频的 喜欢短视频的人 也是很难去看长视频的 当然他各有各的好处吧 就像我说的我其实是两种都会看的 但是短视频我是看了比较少的 基本上不会超过十分钟 也就是早上刚起床那一会刷一小会儿 就是说我在运动之前 出门之前刷一小会儿 然后我出门运动之后 可能这一整天就不会再碰短视频了 可能长视频我会 即使没时间 大家都说时间比较碎片化嘛 比较碎片化 大家所以就刷短视频嘛 我即使是碎片化的时间 我也会把碎片化的时间用在长视频上 或者是书本上 就说你碎片化的时间 你也不一定就会要看短视频 你也可以看长视频对吧 然后哪怕你可以把它给暂停 然后等会儿再继续 或者是说读书也是一样 你放个书签上 然后有时间再接着读就好了 所以有很多人 他是把碎片化的时间整合在一起 他就会不再是碎片化的时间 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时间 你如果把这个时间全部整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是有一大块很多很多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 完全都花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上 其实是很难积累下来 特别有用的东西 当然也会有一些积累 我只是说相对的会比较少 而且他更多的 应该说是娱乐性更强吧 大家都是为了一种娱乐的心情去看这些东西 但如果真正的想学习 想提高自己的话 这个用处是特别有限的 好了今天就大概说这么多吧 哇说 我说说短一点 大概也说了15分钟了 好帅啊 我现在随便转转吧 随便跟着大家转一转 这个就是那个主金字塔了 因为我不是做导游的 也不是专门学历史的 所以我也讲不好什么 我只能就是凭着感觉看 当然来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也不想搬门弄服 只是简单的看一看就好了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也就是 看一看这个宏伟的建筑吧 我再带着大家转一圈 如果大家来玩的话 要注意黄晒霜 帽子 墨镜 要戴好 然后特别是水 水的话我刚开始可能会很 以为会很贵 但是在外面买的话也还好 4美金一瓶 也没有那么贵 给我想象中便宜 哇这个天是特别的好看 给大家照一下天 好难啊 很多来拍照留恋的 我也属于拍照留恋的之一 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金字塔 大家的形状可能多少有一些差异 但是跟中国的古时候的帝王的 魂木是差不太多的吧 也有这种形状的 也有类似的形状的 就是越大越好 越高越好 大和高显示出 它不是人力所能为的 但其实应该还是人做出来的 只不过是为了 告诉你 你的能力没办法做出来 只是把你下退而已 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 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被解决的 像这个小金字塔的话 就是规模就比较小了 砖块也比较小 这个人力就是更容易修建了 也没有说特别 需要特别的技术 或者是特别的工具 当然埃及的金字塔 我还没有机会过去 有机会我会再去参观一下埃及的金字塔 现在关于埃及的金字塔 也有很多种 说法去讲 它是怎么样建成的 或者说是外星人的协助 或者是史前文明的建成的 当然在 别人告诉你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如果没有 定论 它只能是一种猜想 我们就是不要否定它 也不要那么肯定它 就是说既不能证实 又不能证伪的东西 不管是任何东西 如果它既不能证实 又不能证伪 那我们就既不要接受它 也不要反对它 只能说它是一种可能性 这个包括很多东西 就是有很多包括我不太喜欢讲的东西 也都是这些 它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它是真的 有的人就觉得它是假的 所以觉得真的人 和觉得假的人 它就会产生矛盾 其实更正确的方法是 我们既然谁都没办法证实 谁都没办法证伪 那它就是一种可能性 你接受它是真的 那你就是按你的想法去接受好了 我不接受它是真的 那就我就按我的想法去接受 我的观念好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说很多事情 你至少要看到两方面 才可能更全面 至少至少两方面 其实我今天讲的是三个方面 一二三 一二三 三生万物的三 老子说的是一二三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你最少要看到三个方面 一就是一个极端 二是另一个极端 三就是两个极端的混合物 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的这个混合物 三包括包罗万象 因为你不知道是一多还是二多 一多多少或者是二多多少 看任何事情 你如果看不到至少这三个方面的话 都是不够全面的 好了 录的差不多了 讲的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先录这些吧 转过来跟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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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关注一起追寻幸福吧